拜登會講什麼 該不會跟韓國瑜一樣 也推給國家機器吧 沒有啊 你說拜登現在叫做 如果要說老闆 眼睛就閉不開 要叫他講什麼 對不對 他現在躲都來不及 他現在從18號造勢活動之後 一直要到明天有沒有 就是我們台北時間明天 他才會出現嘛 就出現在辯論會 你總不能不出來嘛 對不對 你總不能弄一個袋子出來 所以就跟你講說 其實拜登這個行動 你真的像起來韓國瑜 真的 你沒有行程 沒有人說 這家十幾天就要投票了 兩個禮拜就要投票了 你竟然一點行程都沒有對不對 對 就是不解釋啊 後來還被人偷拍到說 跟他女兒去吃冰買冰淇淋對不對 還有心情出去吃冰淇淋 那個媒體就開始賭麥賭下去的時候 問他說 賭麥問他說 你到底這個你要不要說清楚 這個醜聞案你要不要講清楚 旁邊的那個民眾真的是 沒有你的事情在那裡搞話 他跑上泉去說 你到底有沒有貪污啦 真的喔 跟那個拜登怎麼辦 他就火大啊 我就覺得說他的反應 真的沒有我們韓總基好 對不對 如果我們韓國瑜遇到這種事情 他還會跟他回答說 我在跟你談大海 你在跟我講漱口碑對不對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這個時候你應該選 講大選啊 不應該再講這個 那個什麼醜聞案啊對不對 不過現在最新的就表示說 現在好 就是我們錄影的當下 其實拜登已經有透過媒體 就是一個世界日報 就是中文報紙 他投書了一篇報紙在裡面 他告訴你說什麼 他說他稱讚台灣喔 他稱讚台灣怎樣 就是民主居於世界的領導地位 而且台灣的價值真的是 世界上不能夠忽視啊 而且台灣是科技重症 尤其在這次武安肺炎的時候 防疫的過程之中 台灣是基於領導地位 而且是防疫典半你知道 所以他說他當選總統之後 他一定會深化跟台灣的關係 你看連他都看到說 這個台灣 你不拉攏台灣 不跟台灣好的話 不打中共的話 你這個大選說實在話 真的是搖搖欲墜 他看到太多國家慘痛的教訓 對 因為我看到拜登的這邊投書之後 我突然間又想到說 習近平前幾天不是帶著那個七層 所有的七常委 還加上王岐山有沒有 去參加什麼抗美援 這個年朝七十週年的一個特展 你有沒有發現 他在裡面講 人民日報馬上講說 要反美帝 他把美國定義為帝國主義 這個是毛澤東時代的那個美帝 這個是口號 是那個年代的 現在為什麼習近平又把它拿出來 因為他也很清楚 這個整個利益輸送 跟整個過程牽扯到中國 所以你不覺得說 他也覺得說 拜登大勢可能也走了 你去了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怎樣 他當然要開始反美帝 要反美國 否則你到時候被動被打 而且剛剛我們講到說 他不是修改他們的那個國防法嗎 對 我就跟你講說 他們中國到現在為止 就是死要面子 我給你打的時候 我一定要嘴巴要先喊 好 即使之後被打的話 我嘴巴也不能輸你 對不對 所以這整個中國的看起來 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現在講說 這個拜登為什麼 現在這個情況再走下來 現在包括很多事情 現在又有一份說 他Hunter 就小拜登給他爸爸的自白 告訴他說 他確實有跟未成年的女孩 有一個性行為 而且還要凝虐他們嘛對不對 而且現在抖露出來 更不堪入目的是 其中有三分之一的照片 竟然那個裡面的小女孩是誰 是他們拜登家族的成員 跟他是什麼 以表之間的那些關係 就亂倫就對了 對啊 我就覺得說 你真的是很假的 誇張 你連自己人生魔爪都不生到這個地步 而且我跟你講說 現在拜登知道 大家就想猜測 依照時間點來看 拜登知道知情的話 至少三年以上 那你是不是共犯 因為這個在美國是屬於重罪 我一直強調說 這個罪在美國是25年以上起跳 那你知情不報的話 你是不是隱匿最險 所以就跟你講說 這個事情接下來之後 而且之前為什麼一直在講 拜登小拜登的事情 就是其實他之前前科累累 他2012年的話 因為在服兵役的時候 站在軍隊裡面的時候 就是因為吸毒 被人家趕出軍隊 後來2017年的時候 他不是說 他的老婆 他本來也結婚了 他的原配就跟他講說 性行為問亂 所以他就跟他離婚 離婚沒多久 竟然傳出小拜登跟他的大嫂 兩個人就開始同居 唉唷 情科累累 對 2017同居之後 2019他的大嫂也跟他分手 為什麼 原因就是很簡單 因為2018年 竟然傳出來小拜登 跟一個性工作者 有了小孩 天啊 他剛開始還佛任說 那小孩不是我的 你不要財政 後來DNA他驗 就是你的嘛 對不對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這個整個淫亂的生活 包括吸毒 包括什麼 現在更誇張的是怎樣 現在是整個利益輸送 跟所有的那個全錢交易 我們之前不是講說 他跟烏克蘭之間有沒有 為什麼 還有那個哈薩克 還現在包括 連莫斯科的前市長的遺孫 都曾經給小拜登 300多萬美金 所以你看 現在就是2012年對不對 他就拜登家族 拿向那個萬象集團 萬象集團 進來美國之後 就是透過拜登家族 在美國拿下了什麼 汽車製造公司的科技 還有一個能源的 那個科技產業 這些生意的話 原本 萬象集團拿下這些生意 原本都跟美國軍方 是有關係的 所以你看 他整個拿下來 是不是人家講說 你把美國的科技 賣給了中國的集團 那是不是屬於利益 他們現在就講說 國家安全跟國家利益 就葬身在拜登家族的手上 對不對 嚴重 而且現在更明顯的就是 2013年對不對 那時候2013年是這樣 習近平剛上位 當國家主席的時候 拜登馬上就訪問了那個 那個中國 還帶著航客去 他的小拜登去 去了之後 十天之內 馬上就有一筆 那個十幾億的美金有沒有 投入他的那個 博海華美基金 而且還讓他 曉拜登當董事 而且還持股10% 而且現在證實說 當初這些股份裡面 還有一個 這個就是拜 老拜登啦 所以就跟你講說 這個整個過程就是說 已經從 慢慢從你的私生活 醜聞開始延燒到國家利益 跟國家安全的時候 你覺得說 即使今天拜登當選了總統之後 你覺得你敢閃不掉 對不對 你閃都閃不掉嘛 對不對 而且這次爆料的人是誰 就前紐約市長叫朱利安尼 大家可能不知道朱利安尼 大家只記得說 他911事件發生的時候 他是紐約市長 他是英雄市長 是美國市長 可是你知道嗎 他之前在紐約 當總檢察官的時候 你知道他那個時候 他是跟什麼 跟黑手黨隊幹的 你知道嗎 他把紐約黑道 全美國黑道的 黑手黨的五大家族 他把這些手腦全部抓起來 抓了11個人 把他送上法庭 你知道嗎 真有概念 所以那時候朱利安尼 他的家 因為他是義大利一的 所以他的很多家族 什麼東西都還在義大利 你知道嗎 他那個時候被人家恐嚇威脅 他就是鐵漢市長 所以那個時候人家講說 他是英雄市長 就是從這個時候來的 他是不會強求 而且他的意志力堅定 他就告訴你說 他現在把拜登家族的 這些事情有沒有 當作一個刑事案件來追查 所以他一定要把他追到底 所以就跟你講說你看 朱利安尼搞到這個事情的時候 你覺得這一次拜登跟小拜登 有辦法從這件事情脫身嗎 我看是很難 好啦 那我們現在講說 美國現在選情究竟怎麼樣 我們常常講說撲朔迷離 可是IBD跟TIBB的 民調最新顯示 就光幾天就醜聞爆發之後 他本來講說拜登領先川普 大概5點多個百分點 現在進南才幾天的時間 已經縮小到2.3個百分點 2.3是什麼概念你知道嗎 就標示說拜登不贏啦 來回數贏一趴的時候就翻了嘛 所以就跟你講說 而且更誇張的是 你現在的差距比4年前的希拉 4年前希拉瘀是贏川普 贏14個百分點 最後都還能翻盤 我就跟你講說 美國的選舉人制度 選舉人團這個制度 就是很清楚的告訴你說 美國50個州對不對 我們現在要開始去精算 它裡面的票數在哪裡 反正原本就是共和黨的州 跟民主黨的州都不大會改變 就像加州跟紐約州有沒有 就是民主黨的州嘛 那加州是很明顯是從1988年之後 才開始翻轉 那因為選民結構會改變啦 所以他們現在講說6到9個關鍵州 他們要去精算這些州裡面的一些問題 現在就有人出來 民調專家 我前幾天就在講說 很多民調專家跟學者都省引了 現在民調專家終於出來了 他認為川普至少會贏270張選舉 因為現在選舉人票有幾張 538張 270張的話就是贏了嘛 就贏了大選 所以他說這個270張還要更多 就表示說川普可能會重贏4年前的 為什麼 因為他就覺得說這些民調在做的時候 我前幾天有分析嘛 對 川普很多支持者都是那種農民啦 或者基層選民啦對不對 所以你看 你在民調裡面 你根本沒有觸及到這些人 即使觸及到 我也不可以跟你說啊對不對 所以就跟你講說 現在如果這些隱性選民 被川普全部都激出來去投票的話 那川普很可能 還會重演4年前的那個選舉結果嘛 我覺得對美國人來講 他最在意到底會是哪一點 是性侵未成年的這個少女 甚至還亂倫嗎 還是呢 像這個朱利安尼講的 拜登根本就是把美國賣給了中國 你怎麼看哪些因素影響比較大 剛剛一個美國的媒體記者 跑白宮的記者叫做翔奈爾 他說他已經採訪過朱利安尼了 他這個禮拜六 美國時間晚上的10點半 會公佈影帶跟照片 公佈影帶跟照片 但是可能要加點馬賽克啦 哇那真的鐵證如山啊 對有些大概是限制級 這個事情分兩個層面來看 第一個是針對於拜登他兒子 航特個人私德的部分 對那一般來講以美國人的標準 你記不記得克林頓當時跟 盧因斯基的那個緋聞案 他還是順利連任 因為美國人覺得說 那總統的私德他只要總統做的好 我們我們是可以接受他的 那只要他老婆沒意見就好了 可是這個事情比較不一樣的是 因為航特是拜登的兒子 不是航特要選是拜登要選 但是如果說 照現在媒體報導的為真的話 航特這個事情會很嚴重 是因為在美國跟未成年少男或少女 發生性關係 他是聯邦重罪 對他的刑期是20年到無期徒刑 然後呢你就算刑滿初遇之後 你一輩子要帶電子腳樑 甚至你開的車子的顏色 你如果留了鬍子都要通報 而且是公告在網站上 規定你不准住在學校的附近 這個是這個是聯邦重罪 所以美國人多在意 對美國人是非常 他們你從法律就知道 他們非常在意 一個這麼重視隱私的國家 會公佈你車子的顏色 你的鬍子你的頭髮的顏色 你的長相都給你公佈 對那就是避免你再去侵害別人 所以這個事情非同小可 這個跟柯林頓那個緋文 那是完全不一樣 那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這個事情會不會傷到拜登 會 第二個層次就是錢的問題 這個就跟拜登直接有關 特別是今天當年拜登的合夥人 中國能源公司的CEO執行長 叫做包布林斯基 他出來證實他發了一個聲明 說大家看到那封Email 其實收件人是他 Hunter收的是副本 那他證實了 口中所謂的他不是講說50%給H嗎 另外留10%給大人物嗎 那H指的就是Hunter 10%他證實了就是拜登 就是現在要選副總統的Joe Biden 因為他說Hunter都叫他爸爸拜登 叫大人物或是說我的總裁 而且常常會去拿文件給他的爸爸簽名 甚至請示他生意上應該做什麼決策 所以從這個合夥人包布林斯基的聲明裡面 可以至少我們知道一件事情 拜登很難切割 他跟Hunter在中國的生意上的利益 因為這個現在有人指證莉莉說 你都要經過他簽名啊 那好如果無法切割的話 那接下來遭遇到一個問題 那為什麼你 你到底是利用副總統的職權 還是你的生意真的那麼厲害 中國都會給你錢賺 所以這個問題 這個是真正會傷到拜登 特別在美國現在 整個去對抗中國的情勢 這麼明顯的時候 這也是為什麼可以解釋 今天拜登要投稿到世界日報 但是我覺得拜登的幕僚應該要打屁股 你一個堂堂要選美國總統的 你投稿去這麼一個小報幹什麼 大家知不知道世界日報是什麼報 它是聯合報系在美國發行的報紙 現在的記者編輯幾乎全部都是中國人 它一天發行的量其實並不多 早期的世界日報還是聯合報系從台灣派記者去 或是在當地聘請台灣的留學生 或是台灣的移民 那這幾年幾乎世界日報記者編輯幾乎全都中國人 哎呦可是美國各大主流媒體 不是都對拜登比較好嗎 對是沒錯 但是有用嗎 沒有用 因為美國是一個資訊流通的國家 我們最早揭露這件事情叫紐約郵報 對不對 New York Post 那他的這個在推特上面六則推文 不是被推特給封鎖嗎 然後他整個帳號被封鎖 對不對 推特要求說你把這六則拿掉 我就讓你恢復帳號 紐約郵報說我們不要 結果真的 美國人是怎麼挺他的 大家看一下 這幾天以來 相關的報導得到259萬個讚 留言跟分享 你知道他流量多大嗎 比總統候選人拜登跟川普還高 僅次於重金屬的天團 Van Helen的相關的新聞 那你主流媒體不報沒用啊 對啊 大家更好奇了 259萬個讚是看過的人 那這些人看過 好我們假設說 每一個看的人 他只分享一個人就好 那就是又出去260萬 這樣加起來就520萬 那這260萬 如果再分享出去 那很可怕 真的 所以你主流媒體是封殺不了的 可是我看現在開始有一些主流媒體 也開始在檢討了 今天華爾街日報就用社論在講說 媒體應該有義務要調查這個事情吧 這個人有可能以後會當美國總統 因為以現在民調來看 我們無法講說拜登是不會贏 他還是有這個機會 我就認為他跟川普贏的機會大概一半一半嘛 所以現在主流媒體也知道 第一個他知道這擋不住了 第二個 畢竟美國這麼自由的國家 他還是有一些有良知的媒體 他覺得你不能這樣子搞下去了啦 然後我今天又看到一個大數據分析的專業的公司 他是用大數據來分析 也就是說 美國的媒體呢 其實他也紅藍兩邊啦 立場鮮明啦 他去分析從這個醜聞開始以來 紅藍兩邊媒體的搜尋的比例跟觸及率 他去做一個綜合的分析 他發現這件事情對拜登有傷 傷在哪裡 中間選民 還有搖擺州 拜登明顯的被川普追上 甚至有些地方已經落後了 所以我想這個拜登 他必須他不能再用這種方式了 就是說你看 剛剛我們看那個福斯的記者 直接騷擾他們家門口 你出來說 你一個要選總統的人 如果被一個電視新聞記者追到你家門口 基本上這個 而且他故意直播哦 對 基本上我覺得這樣的危機處理 這樣的公關危機處理 就已經是不及格 我不想他的照理說 美國的總統競選團隊 是非常專業 他們叫競選公司 大家應該有很多人看過 三卓布拉克演的那部電影 選舉女王 他就是一個競選公司 他們非常的專業 那怎麼會把這個危機處理成 我認為我在目前我看起來 我認為這個危機處理是完全不及格的 為什麼呢 你第一時間紐約有報接露的時候 你可以講說啊 那個沒有證據 那胡亂指控抹黑再一張 可是慢慢的 美國的情報首長告訴你 有筆電啊 筆電現在在FBI手上 然後你再一張說啊 這俄羅斯的訊息戰假新聞 美國的情報首長告訴你不是 這不是俄羅斯幹的 然後密情局 把拜因為拜登以前是副總統 他們副總統的行程只要離開白宮 或是在白宮裡面見任何人 密情局都有紀錄嘛 把那個拜登的行程時間一對 跟這個電子郵件的時間 完全是符合的啊 當證據已經呈現到這裡的時候 拜登就應該有出來一個強勢的說明 說這件事情與我無關 那如果說你覺得你的兒子杭特 真的跟未成年的人發生性關係的話 你可以譴責他說 這個是即使將來我當選總統 一樣依法辦理 這樣子也許 美國人民還覺得說 那是你兒子跟你無關 跟老爸無關 可是拜登到目前為止 完全不出來講話 這兩個候選人真的很有戲 可是劇情更展開的 應該還是拜登他家族的醜聞 現在劇情已經進展到什麼程度了 其實我跟你講 今天的辯論會看起來 沒有像我們昨天之前大家預測的說 那個什麼講到一半的話 川普會跑到拜登後面當背後鈴這樣 幸好沒有出現 今天大家保持相當克制 那如事前大家在預測的 你今天川普的話 針對拜登就是你的貪腐們的事情嘛 你這個家族整個企業怎樣的話 我在這個地方攻守 其實啊 這整個這個整個辯論 說實在的話 從之前就看到很多琢磨的痕跡 就是說對川普相當不利啊 有沒有進行文會那時候講說 本來是第三場辯論是要走 講什麼外交議題啊 對 那外交議題一定會牽涉到你 拜登當初在副總統任內 還有那個參議院 那個議長的任內的時候 你跟這些外國的國家的一些交往往來的一些事情嘛 那所以他們在選擇 在這個辯論之前就告訴你說 啊我們今天要把範圍擴大 面積擴大對不對 把很多議題拿出來講 不只在外聚焦在外交議題上 所以你看是不是對川普就一開始就不利嘛 對不對 那你川普就沒有辦法在這邊猛攻啊 那說實在啊川普他今天啊 他還是會講到說 你看他說你 我們剛才看到那個 那個那個影片裡面他拜啊 他就你不要說以為你是一個無獨的嬰兒 你根本就是一個貪腐的政客嘛 所以這個是一方的話 那可是拜登今天就拘予手勢 說實在的話他對於這個事情 針對這個貪腐的事情有沒有 四兩撥千斤啊 我就不跟你直接面對面那個那個 碰硬碰硬嘛對不對 他只是告訴你說他 他當選之後他會確保中國遵守國際規則 你覺得中國聽你的嗎 你是小子你同拿那麼多東西 現在很多的那個什麼 證據跟一些污點都在人家中國的手上 真的啊 那你怎麼要確保中國會遵守國際資訊 他為什麼會聽你的對不對 而他強調說 他跟他兒子沒有從中國 甚至從外國拿過一分錢 那我們現在講實在話啦 現在最明顯爆料出來的時候啊 現在要牽扯到中國有一個叫做萬象集團 之前我們不是說博海華美基金嗎 對 還有那個華信能源公司嗎 對不對 葉簡明對不對 對 這很多東西就是你小拜登 在裡面有穿梭的痕跡啊 你就是做居間當一些前客有沒有 他就會利用這些基金的公司有沒有 投資你美國的相關企業 投資完之後甚至用低價收購 那我們現在講說那個萬象集團 最明顯的 他買了什麼 FISC這個公司啊 他是綠能的汽車公司 他從來沒有在美國上市過 一輛一輛綠能汽車 你竟然拿了美國 5億多的那個美元的補助啊 美國政府啊 對 那接下來還有個A123公司對不對 這個公司更誇張你知道嗎 這公司他本來是在做那個 汽車鋰電池的啊 因為電動車的鋰電池嘛對不對 那很不巧的是這兩家公司有沒有 全部都跟美國軍方有合作關係啊 所以你看他們當初就講了嘛 後來除了這兩家公司 還有一個叫做漢德汽車的 漢德汽車收購他的是什麼你知道嗎 是中航汽車 那跟他講說汽車公司關什麼 工業技術啊 軍事技術有什麼關係 錯 中航汽車 他是中航 中華 這是中國航空的一個子公司 中航公司 這專門是坐飛機的 當中航汽車他收購了這個漢德汽車之後 沒多久你知道嗎 中共竟然就推出了第五代戰機 一千二十耶 人家講說是不是七搞八搞 把這些什麼一些科技高科技的技術有沒有 全部轉移到中國大陸去啊 哎呦難怪注意安妮說 把美國賣給中國了 而且人家最明顯的就是說 誒我剛才講到說那個那個汽車公司有沒有 那A123啊那個鋰電池的那個公司有沒有 他之前做的一些還有Fisky這個公司的話 根本就沒有生產太多的東西啊 可是他每年拿了美國很多的補助 美國政府很多的補助 那這些補助到最後全部都被中國收購去了 哎那這些不是就是利用這些基金 來收購美國企業嗎 賺美國人的錢嗎 真的 這是不是算利益輸送 算 好那為什麼說前幾天 川普一直要把這個議題有沒有 川普們打成一個國家安全 跟國家利益的關係 剛才講的錢是國家利益嘛對不對 那你現在偷我們的高科技 是變成國家安全 其實國家安全這個東西 在美國人的心目中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如果讀過新聞學的大家都知道 我們從以前在讀書幾十年前 在讀新聞學的時候就告訴你 新聞理論在美國最有名的就是 當你新聞自由遇到國家安全的時候 孰輕孰重啊對不對 你看連新聞自由都可以牽扯到國家安全 那你現在這個政治 牽扯到國家安全的時候 你覺得美國人會不重視嗎對不對 好那我們今天辯論也結束了 辯論也沒有了對不對 那距離投票也剩下不到兩個禮拜的時間 那CNN現在最新的民調是說 53%受訪者認為說拜登比較好對不對 39%認為說川普表現比較好 那我告訴你一個最新的民調好不好 那個叫做福斯電視台 他告訴你說74的人 認為川普表現得比較好 24的人認為那個拜登表現比較好 差距很大耶 所以就跟你講說美國現在的民調 真的就無沙沙 你到底做了這是真的還是假的對不對 那不過很明顯 你看這個拉斯木森的那個報告 告訴你說 24%的美國選民在上次辯論會之後有沒有 他會改變心意對不對 那對川普工作滿意度 竟然飆升到52% 川普已經很久沒有破五成了 各項民調滿意度 那拜登領先川普的幅度慢慢下滑 從上上個禮拜12%到上個禮拜的8% 到這個禮拜只剩下3% 還有民調是2.3% 這個都已經在誤差範圍之內了對不對 還有那個美國心理學會調查 他就覺得說美國人真的很悶 這一次的選舉不僅是美國人壓力很大 台灣跟對岸的壓力很大對不對 到底誰會當選 所以他們都為了那個身心健康 所以民主黨人他們就做了一個民調說 民主黨人感受壓力的比例高達77% 他們很怕拜登不動算對不對 上次慘痛教訓 我們台灣曾經今年出台經歷過 很多韓粉都崩潰 到現在還沒有復原 這個心理建設真的很重要 可是共和黨人只有67% 所以這次的選舉真的搞到大家 實在是壓力非常大 不過有一個好消息 從這個好消息看出來 美國勞工部他的民調是告訴你說 這個禮拜初次請領失業補助金的人 人數竟然降為78.7 是三月以來最低的 上個禮拜還有多少 你知道還有87點多 相差9萬多人 而且除了這個民調之外 他也告訴你說拉丁一的有沒有 還有密西根州的有個市長 那黑人他告訴你說非一的支持者 對川普的支持度也是大大的提升 所以這個少數民族不是之前都是 拜登在佔優勢嗎 那可是川普現在要最後一兩個禮拜 他要加強的目標在哪裡 因為這次防疫工作 真的是讓川普的民調跑掉不少 尤其他以前的傳統支持者 就是那些老白男有沒有 現在很多人就不支持他 為什麼 因為防疫的工作做不好之後 這些白人年紀大的人 又有三高對不對 很驚訝說藍藝要怎麼 我可以像川普一樣嗎 三天就出來亂跳跳這樣 所以他們很期望說 川普你根本拿出一些解藥 拿出一些應對方法 如果這些東西出來之後 想必川普在最後這一兩個禮拜 翻轉的機會還是很大 那我們在講到說 這個今天的辯論會 還出現一個人 這個人很有名 就是杭特 他以前的一個生意夥伴 巴布林斯基 這個名字很難黏 他今天 拜登從以前到現在一直強調說 他從未跟兒子兄弟或任何人 討論過他們生意的事情 可是你知道那個巴布林斯基 他就講出來 之前我們不是一直在講說 有個代號H的Big Guy有沒有 對 他現在直接就講這個人就是拜登 就是老拜登嘛 那你現在事業資料都已經出來了 對不對 而且我跟你講說之前為什麼 美國的主流媒體 還有那個推特啊 Facebook啊 對他們都對那個 拜登的這個醜聞案有沒有 自自不提 而且你今天如果連結相關的新聞之後 馬上被封鎖帳號有沒有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當初他們認為說 這都是一個選舉花招 就是抹黑嘛 對 因為他本身支持拜登 所以要跟拜登站在同線 拜登就講說這個叫做垃圾言論 而且都是川普選情為籍的一個 不乾淨的手法 那可是現在有人證啊 之前是有物證 有人證的時候 那你覺得 這還是一個骯髒的手法嗎 所以接下來這一個多禮拜的話 想必這些主流媒體可能會反過來 很明顯就是說 華爾街日報有沒有 他也開始在講啦 拜登與中國的事業嘛 他要你說清楚講明白啊 對 好啦那除了這個曝光之後 其實這個整個牽扯有多大 你知道嗎 包括拜登家族 像我們講說他的女婿啊 克萊恩有沒有 他的女婿本來就是一個醫生啊 你醫生好好幹不幹 跑去投資什麼生技公司 對不對 而且又是同樣的手法 就是用創投私募基金 再去投資很多中國的企業 他們就是用這種一貫的手法 那這個手法要什麼 要錢交易 今天要有錢才會帶來錢嘛 對 所以你看連他的女婿有沒有 你有沒有發現 他從一開始這個武漢肺炎開始的時候 他就告訴你說 中國是全世界抗疫的典範 真的是睜眼說瞎話對不對 他說抗疫的典範 所以才告訴你說 我們要積極要跟中國進軍 要去跟中國買疫苗 要跟中國疫苗合作的話 原來現在抖露出來就是說 他自己的生技公司 在這個裡面扮演了一個很大的一個 前客嘛對不對 那現在講出來說拜登的子女 歐文斯有沒有 他說拜登成為重要 那個成為重要遊說人 在他輸出任副總統期間 以權謀利 所以現在一個人 一人得到極權升天 現在拜登當了副總統 從2012年到2013年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 整個中國大陸就開始請重金 在壓寶在拜登身上 其實這個危機為什麼到現在來曝光 其實四年前有沒有 四年前本來拜登是要代表民主黨 出來參選總統的 那就是因為他的家庭出現 大家記不記得2015年 他的大兒子腦瘤死掉 所以他那時候心情低落到谷底 所以他那時候才放棄說 我2016年不選總統 讓給希拉蕊出來選 那可是你看這一次出來之後 這些東西其實 中國大陸提早會壓寶 會收買拜登家族對不對 其實這些東西 早就在網路上流傳了啦 對不對 而且現在又有一個證人 也被呼之欲出來 那就是薄熙來的私生女 叫薄甜甜有沒有 他當初就是華信能源公司 在葉簡明手下工作的 那他現在工作的時候 他當時就是負責跟拜登家族的 一個窗口對話窗口 所以他那時候可以拿到 這麼多小拜登的一些 骯髒的證據有沒有 那為什麼這個時候丟出來 其實他早就丟出來的 他2018年2019年陸陸續續 就已經把這些資料丟出來 只不過大家那個時候覺得說 你也知道薄甜甜的做法 就很像我們很多看那個間諜片有沒有 我今天手上長有那個保命的資料 我就一點點就丟一點 在光琴姐那邊 丟一點在青黃那邊對不對 丟一點在田徽那邊 等到哪一天我遭遇不測的時候 拜託你們把這些東西全部抖出來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遭遇到很多的問題 所以葉簡明2018年被習近平下令 逮捕到現在失聯到現在為止 所以跟你講說這整個過程之後 其實是川普陣營 早就已經鋪陳好的一個選戰策略 我覺得當然你現在 民主黨跟共和黨基調上面 大體上都是主商反中嘛 只是作為上的強弱度的差別分譯而已 反中幾乎是一致立場 當然你裡面 拜登筆行客裡面的筆電裡面 當然跟中國之間的關係 看起來有相當的密切感 尤其是你看那一個 渤海美華跟那個華信的那一個集團的關係 那個資金的往來 當然其實這些事情還沒爆發之前 其實最先在寫這些事情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美國共和黨的參議員裡面 有組一個調查團在調查這個事件 至於說資金往來跟烏克蘭 跟中國之間的資金往來 大體上都寫的差不多了 其實他上個月23號都已經公佈完了 美國共和黨的參議員裡面 有組一個調查團在調查這個事件 至於說資金往來跟烏克蘭 跟中國之間的資金往來 大體上都寫的差不多了 其實他上個月23號都已經公佈完了 所以大體上差不多了 但是那份報告裡面呢 事後來驗證現在筆電的出來 似乎他也有一定的可參考性 就是說拜登的兒子杭特在東歐 東歐還有一些國家 有一些小額的匯款來匯款去 當初的報告就推測 這些資這些的錢 可能跟賣淫集團有關 賣淫集團 那時候他們報告裡面 就已經寫到可能跟賣淫集團有關 孔色賣淫集團 那你現在看到就是說後面的筆電 如果筆電釋出來的消息 如果都是如真的話 那似乎共和黨的調查裡面的一些東西 雖然是共和黨的調查 那似乎也不是說毫無證據空穴來風了 你看在這個辯論會上 拜登講的說話反主國必留下痕跡 他講我從來沒有從外國政府那裡拿過一毛錢 而且再一次強調從來沒有 所以你怎麼看接下來 今天到這個現場的人 當然川普安排就嚇死拜登 這個杭特前這個生意合夥人 他怎麼講他說拜登說謊 而且他這個秀出的那個這個簡訊的這個內容 證明他是這個說的絕對是真的 而且還強調他以軍人的榮譽來報這件事情 那內容到底報了些什麼 有沒有一刀斃命 其實這個Bob Linsky 他原先是軍人 他退伍之後他開始重商 那他特別標舉自己的政治立場 他說他向來都是投民主黨 就是拜登所屬的這個政黨 那他為什麼要跳出來爆料呢 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他說拜登家族跟他承諾過 不會拿走一毛錢 那他看到現在呢 八十幾頁的報告裡面 他才看到很多事實 發現拜登家族 包括拜登跟Hunter 他們充滿了謊言 所以他非常訝異 就是說你們既打破承諾 你們有拿錢 而且拿了幾百萬美元 那而且你們對我說謊 充斥著謊言 所以他不能做事 那這第一個 第二個跟中國有關 他說你以為中國投資 你是在投資金融市場 並不是 他說在投資政治跟影響力 所以後面沒說的就是 我們台灣也很關切嘛 他的路線是什麼 你知道今天有一個最新的訊息出來 跟我們有關的 你也可以衡量拜登 如果一當選美國總統 他會對我們台灣怎麼樣 這是蔡同榮前立委 蔡同榮現在已經過世了 但是翻出他兩千人投書自由時報的文章 結果講的就是拜登 你知道當初眾議院押倒性的 通過一個叫做台灣安全加強法 對 結果做到參議院就是拜登反對 那反對你看會造成五個損失 譬如說美國同意我們訓練軍人 跟太平洋司令部直通 還有聯合軍演 甚至在立場上主張是用和平方式 解決兩岸的問題等等 結果他們也跟拜登做遊說了 結果他不同意就是不同意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另外我們今天看到報紙上登 所謂台灣關係法嘛 那當初拜登也反對 所謂台灣關係法用美國來沿用 然後萬一中共武力犯台的時候 他們可以來保護台灣 結果他說這個部分要保留 模糊性的政策 那他之前一個長官叫Carrie 他代表民主黨參選過總統 有人就講說如果Carrie一旦單選 那他拜登有可能是國務卿 那Carrie講的是一國兩制 就叫我們台灣沿用香港的一國兩制 就拜登說他講的不對 但是他也講就是我剛剛講的那一段 中共如果一旦武力犯台 他認為不要沿用這個台灣關係法 要保留戰略性的一個模糊 他建議美國 所以你就看到他Hunter的同伙人 也講一樣的意思 他們都看穿了 你中國在投資你拜登父子是幹嘛 你投資什麼 這投資對未來 你如果一旦發生影響力 希望你能夠發揮政治效應 那這個事件怎麼來的 這個Bob Linsky他何許人也 一站出來就標舉說 我就是他們家族的合伙人 投資什麼就是華信能源公司 其實這個故事我們過去都已經建立過 那他今天講的證據確鑿的原因 而且等於說打臉拜登嘛 拜登痛罵那個朱利安尼說 他是川普的走狗 他講的都是垃圾言論 那這個Bob Linsky他講的就不是垃圾言論 他拿出來也不是垃圾文件 也不是拿出來垃圾的電郵啊 他拿出來是2017年5月15號的一封電郵 然後他是收件人誰發出來的 就是Hunter的叔父叔叔 Jim Jim發信的 發信然後他是收件人 裡面證明什麼給大家總結一下 我看到兩個數據 一個就是Hunter拿了兩成的股份 那另外他帶他父親拿10% 另外他叔叔也有10% 問題是說有沒有拿錢嘛 是啊這個拜登說他一毛都沒拿喔 川普在電視上講的這個Brinsema Brinsema就是通烏門裡面的講的那家 烏克蘭的能源公司 那邊也拿錢啊 你這邊也拿那邊也拿 再加上來通哈薩克去啦 通哈門啊 那我剛剛講到華信能源 這是通中門啊 而且你跟中國通 那有很重大的影響嘛 那問題是這顆炸彈不是 只有一杯的深水炸彈而已 他是整個把民主黨都爆破了 你知道嗎 因為一展開你知道嗎 他的副首 副總統賀錦麗 他以前當參議員的時候 他也有耶 他也有份 然後我要數一數 我數一數看那個名單 至少有兩個科 兩個州長 然後有多少個市長 至少我數一數四個 都是大城市的市長 包括舊金山洛杉磯 紐約市長 還有聖地亞哥 聖地亞哥 我數一數 那其他那個名單 你已經沒有辦法去統合 到處都有 符合有一句話 以前陳幸宇講的 你們哪一個 你們民主黨哪一個 沒有拿中國的錢 那如果是這樣 拜登代表民主黨參選總統 賀錦麗有拿 等於說你們正副總統候選人都有啊 對 那我大可問一下 看到這名單 你們哪個沒有拿過中國的錢 對 所以再加上我剛剛講 蔡同榮2000年的這個投書 一展開 他的路線很清楚了嘛 所以他路線不是 有些人預測說是 所謂的中間路線 他可能會敗在中間路 所以NO 他親中路線 那川普 就跟川普原先打的那種 那個主軸是合乎的 他一直打他親中啊 原來後面竟然揭發是這樣 而且不只你拜登拿 不只你兒子亨特拿 有沒有整個民主黨哪個沒拿 是這樣 所以我們就看到 這只是冰山的一角 他有其他的案子 那亨特就更精彩 那亨特已經從這個 一加一又加一的 好幾個案子裡面證實 他就是拜登的白手套嘛 而且那個通哈薩克門 通哈門裡面 他的期間是拜登 在副總統任內喔 不是我們先前講的就是說 他副總統任內 不方便找Hunter做白手套 他那個哈薩克那個案子裡面 他是現任副總統 那他還有被人家 之前我們講過就是 還有一張照片 不是起出來了嗎 跟那個哈薩克的總統的親信 那個商人 他們排名前15名的 有近百億台幣的身價的那一位 垃圾卸夫啊 我還知道他的名字 那排排他 果然有一腿嘛 那你說還可以證實 人事實地物 有啊 裡面電郵裡面都講說 哎呀那個 我們什麼時候吃飯啊 在哪裡吃飯啊 後來吃完飯以後 這個Bob Linsky 他寫一封信給那個Jim 就是那個也拿乾股的那個廚夫 就是說 這是一個很好的會面等等 所以這一切的一切 在選前拋出來 我覺得對拜登 尤其對民主黨推出的候選人 以及民主黨的同夥 走狗們很多啦 這才是拜登的走狗很多啦 或是中國的走狗很多 這個情勢是對拜登很不利的 拜登很好笑他說 他說我如果上任的話 我一定確保中國 這個遵守國際規則 你拿什麼去確保 中國遵守國際規則 如果說照光晴剛才講是真的 他真的 他就是有拿錢 你兒子也拿了錢 然後不是之前傳出來說 那個Hunter還在抱怨嗎 為什麼我要跟我爸爸分一半 我出的力比較多 對不對 那好 如果說你有拿人家錢 人家不來勒索 你叫你乖乖聽話就不錯了 你還什麼確保 中國遵守國際規則 但是這個重點來了 就現在這個爆料的這個內容 到底這個你怎麼看 這個真實性有多少 那另外就是說 明天馬上要登場的就是 這個駐白宮這個記者李昂蘇 他已經獨家訪問過朱利安尼 週末他要做一個節目什麼 拜登的腐敗影帶 名字就叫腐敗影帶 大家都很期待 到時候不知道會不會有影帶 就算出來一張照片 這個拜登是不是真的 一槍斃命啊 對因為這個我們說朱利安尼 他要公佈的這個影片 或者說圖片照片的內容 他其實有特別講說是關於這個 跟拜登的兒子 杭特拜登 他跟未成年女性發生關係的有關 你要想說這這麼大的事情 就算在台灣大家都會去傳好嗎 你就算主流媒體不報導 大家一起想說你借我看一下 這個是人性嘛 所以我才會說這個事情 其實影響最大是什麼 是美國選民 美國選民 我們從幾個民調的數字 跟比例大家可以看一下 美國的這個民調數字有沒有影響 因為有人說這個美國的IBD 就是相關的這個投資人商業日報 他所做的民調 有人說他可信度是最高的 因為至少他上次大選的時候 他是成功的預測到了 那投資人商業日報 跟各位講一下 他現在預估呢 拜登跟川普的差距是2.3% 就是誤差範圍以內 所以你看他估川普支持度 是45.8% 拜登是48.1% 可是你要知道 這個投資人商業日報 早在差不多兩三個禮拜之前 雙方的差距是差10%以上 差10%以上 現在拉到只剩下2.3% 表示說這裡面一定有一個狀況 就是支持川普的在增加 但是本來要支持拜登的人在減少 或者說選民轉成說 看到你這個醜聞的事件 又是錢又是性 感覺怪怪的 那我對這個拜登支持 乾脆轉移不表態好了 或是我堵爛 我乾脆就不投票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比雙方的差距 比例在縮小 然後呢 這個我們說這一次 美國的主流媒體裡面 最支持那個拜登的是誰 就CNN嘛 所以還有人開玩笑 因為認為說這個拜登比較親中 那CNN就在被人家開玩笑 就叫喜恩恩嘛 開玩笑嘛 然後在這裡面你看 連CNN自己做的最新的民調 這個川普跟拜登的落差 我們說是機構效應 這麼明顯的情況之下 他從之前大概14%15% 縮小到現在只剩下10% 所以即便連這個有所謂的 這個拜登粉效應的加持之下 他的民調差距也是在縮小的 然後我們再看第三個數據是 誰可以贏得這次總統辯論會 你會發現 這個是在福斯新聞網上面 因為福斯新聞網被認為說 這是比較挺拜登的嘛 那他上面呢 這個支持者的部分 你會發現表態認為說 川普表現比較好的是74% 認為這個拜登表現比較好的是24% 這表示說這個支持川普的粉絲裡面 現在高度的動員起來 大家高度的凝聚起來 所以做一下線上的這個投票 大家都跑來投票 那這個現象 你不要以為只有福斯新聞網友 這個現象呢 即便連我們剛剛講 CNN上面也出現這個情況 你看這是一個CNN的記者 他自己發在自己的推特上面說 誰贏得了這場辯論 那你要想說CNN的記者他發上去 Follow他的人一定是CNN的觀眾比較多嘛 那CNN的觀眾支持拜登的一定比較多嘛 可是你沒有想到的是這個CNN的記者 發到推特上面去開了辯論 你知道認為川普贏的人是多少嗎 75% 然後認為拜登表現比較好的只有21% 所以有人就說什麼呢 有人就說當然他沒有完全反應CNN的這個觀眾的情況 他表示川普的粉絲高度注意各個相關媒體的狀況 所以他一發出來之後呢 川普的粉絲馬上就動員過去了 所以在今天這場辯論會裡面 其實你會發現很多的美國人 很多美國民眾 他也是想知道這些醜聞的狀況 你怎麼講 或是相關的這個拜登的兒子做生意狀況 你怎麼講嘛 那尤其是什麼呢 這次辯論會之前你不得不佩服 川普的競選團隊打得真的是很精準 為什麼呢 你知道辯論會之前呢 先讓這個我們所謂的吹哨者 也就是韓特拜登 他跟中國的華信能源所成立那家公司 叫中國英 這一家中英集團的CEO 讓他先出來先作證 就是我們剛剛講名字很複雜的那個 Bobulinski 那Bobulinski 他出來開了這個記者會 其實我全場都看完了 他的記者會其實講的是什麼呢 他就告訴你一件事 證據都在我的手機上 橫跨2015年到2018年四個年份的證據 那證據裡面 他有包括三大來源 哪三大來源呢 他就告訴你說 這個我們相關的訊息 我們的對話 然後還有我們的這個協議 還有最重要的是簽約的文件 他說這些資料都在我的手機裡面 那裡面最敏感的是什麼 當然是郵件跟對話碼 電子郵件跟對話記錄嘛 所以你看這是我們看他今天開記者會的時候 他的照片 他手上拿一隻手機 然後下面你可以看到放在椅子上面 還有兩隻手機 他就直接現場秀給所有的媒體看 我們我的這三隻手機 證據都在裡面 而且我還要出示給參議院的國土安全的委員會 還有財政委員會的這些參議員來看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人 他對他自己講的話 是有一定的自信的 然後他就證實告訴你說 之前那個那個拜登 他所公佈的 他兒子被曝露出來的電郵門事件裡面 那個裡面的郵件講的都是真的 不但是真的 而且裡面講的big guy 那個杭特拜登所謂的後面的大老闆 就他老爸嘛 他老爸拜登嘛 他就直接告訴你 而且他還打臉拜登講了一句話 拜登說他從來不會跟他兒子討論做生意 有關的事情 那麼這一位巴布林斯基怎麼說 他就告訴你說哪有 之前明明杭特很多重大決策要做的時候 都要問過他老爸才算數啊 所以等於說這個人 他已經講到這個階段 所以民眾會想看的是 那你拜登方面你怎麼說 結果你發現拜登方面 今天面對到這個我們說相關的這個疑問的時候 拜登在辯論場上只有一句話叫做 這都是抹黑 然後第二動作叫做不回應 要不就講人家都抹黑 要不然就講不回應 那你這個情況當然沒辦法化解人家對你的疑慮嘛 所以有人就在講說 在這整個過程裡面 那拜登在這場辯論會裡面表現的會正常嗎 結果在這場辯論會裡面 有兩個地方請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第一個是什麼呢 有網友就注意到說 這個哪有人在辯論會上面打自己臉的啦 就是拜登在這場辯論會裡面打自己臉 什麼意思呢 就川普跟拜登辯論到能源跟環境污染 環境保護的議題的時候 拜登說我從頭到尾都沒有反對頁岩油的開採啊 他說你有本事 你就把我說過的影片放到你的網站上面 他這樣嗆川普喔 結果川普怎麼說呢 川普說好我馬上放到我網站上 結果你知道川普的競選團隊呢 才過了一兩分鐘之後 影片就PO到川普的推特和臉書帳號上面去 你知道那個打臉速度之快才隔一兩分鐘而已 然後大家就發現欸對啊 你拜登之前講過你反對頁岩油開採 認為美國都不要啊 那問題是你要想說你現在要選舉囉 美國有一些州的就業機會就是靠頁岩油 你等於馬上得罪那些選民嘛 所以你看這個川普就直接發到他的競選團會發上去說 好啊給你啊拜登給你啊 你來看一下就這個影片啊 然後呢到我剛剛在看的時候呢 他發到臉書上面的影片分享已經超過多少 超過14萬人次的分享 然後就有人說欸拜登講這一句話 跟某個國內政治人物好像啊 為什麼呢 你明明之前就有講過你反對頁岩油開採 你現在又突然冒出一句誰說的 有本事把影片PO上來啊 這個也不像韓國瑜之前講的話 真的一方面說太平島要挖石油 然後後面一方面說誰說的 結果你看網友的酷手圖馬上出來了 上面是拜登 然後誰說不挖頁岩油的 下面就是韓國瑜嘛 誰說我在太平島挖石油的 兩個就被網友拿來做類比嘛 然後所以你會發現喔 今天整件事情呢 我們發現他繼續升溫 為什麼繼續升溫呢 因為今天報的料更多 就是巴布林斯基呢 他出來講完說 我就證實說那個拜登一定有在干預 他是怎麼講的呢 他說有對話紀錄 什麼對話紀錄 我們要問這個問題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嗎 巴布林斯基的講法是說 這個他跟拜登的兒子 韓特拜登之間呢 他發電子郵件 然後他發訊息 跟他確認三件事 第一件事 他問說拜登會來跟 那個有要跟我們吃晚餐嗎 就是為了這個跟華信能源 合開公司的事 有要吃晚餐嗎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地點在哪裡 第三件事情 那我們跟中國的公司合作 要簽文件吧 那簽的文件必須要有中文的翻譯本 請問要用繁體中文還是簡體中文 然後韓特拜登還有認真的回他 回他說這個我老爸呢 可能在晚上十一點之前呢 不一定會出現 我叔叔先來 然後第二件事情 他講說這個跟中國的文件呢 到底是用繁體多還是簡體多啊 他回問這個巴布林斯基 然後最後呢 這巴布林斯基才跟他 才跟韓特確認完 他會來了之後才跟他確認說 哎呀好感謝你爸爸會來啊 意思因為人家是big guy嘛 他給你的恩寵會來啊 就是這個感覺嘛 然後現在大家在等的是 各位不要忘記 今天這個川普的大將 朱利安尼出來爆料的這個 我們講說他出來爆料 拜登的兒子 韓特拜登內容裡面 那個裡面透露出來 三個重要的訊息是 一他講的是這個 我們說韓特拜登的大嫂 去告訴韓特拜登的心理治療師說 他有跟十四歲的未成年女性 然後二在這個不安全的情境之下 然後三發生了性行為 所以這整個指控是很嚴重的嘛 然後人家就跟你說 又要曝光這個照片或是影片內容 所以這麼重的指控 然後你又提不出來任何反擊 你又不回應 所以在美國民眾心裡面 這個滾出來證據越來越多 那所以人家現在就講一件事啊 這個拜登不回應 搞不好是因為真的很難回應 因為資料太多了 你光是在盤點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布林斯基說二零一五到二零一八 四個年間耶 你兒子的這個對話紀錄 電子郵件交易紀錄 帳戶金流 你怎麼查得完 所以最好方式就是告訴大家說 這個都是抹黑 朱利安尼就是這個川普的走狗 這樣講可能最簡單 但問題是選舉只剩下十一十二天的時候 大家看到這個資料越來越多 然後如果拜登繼續不做回應的話 那你想這件事在美國的大選民調會不會有影響 當然會有影響嘛 而且看的是說 他在哪些搖擺州的關鍵區域部分 發生的殺傷力最大